毛主席的生活素来简朴 一件睡衣都能够穿20年 即使是缝了73个补丁也依旧在穿 很难想象这样的毛主席 竟然在饮食上有特殊要求 多年后做了主席22年的专职厨师 才道出了伟人当年的饮食习惯 得知真相让人轻佩不已 本期解任务来讲一讲 毛主席吃饭的特殊要求是什么 点个有用带您了解伟人往事 都知道毛主席是湖南人 喜欢吃辣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了 从抗战时期开始 每次只要听到有打胜仗的消息 或者有什么重大喜讯 向来简朴的毛主席 都会来上一盘红烧肉奢侈一把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百费代兴 有不少老奖留下的特务 刺激破坏国家的安静团结 背后的老美也是虎视眈眈 毛泽东即使是成为了国家主席 还是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 很少做新衣服 一件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1949年为了出访苏联 主席才破天荒的做了一件新大意 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新中国的脸面 在饮食方面 经历过艰苦革命生涯的毛主席 几乎从不挑食 在中南海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吃家常菜 能够饱腹就行了 不过他对厨师做菜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那就是不放酱油 给做了22年专职厨师的 程汝铭透露 毛主席虽然喜欢吃红烧肉 但是从来不让放酱油 每次做菜的菜单 都会被他第一时间销毁掉 这样做的用意 一是为了防止身边的人知道 他是为毛主席做菜的 二是为了防止 敌特窃取毛主席的饮食习惯 刺激谋害主席 毁掉菜单 主要就是为了保护 主席的安全考虑的 除此之外 毛主席还要求厨师 要将丢花一类的饰品 全部去掉 这是因为 主席向来生活简朴 不喜欢装饰类东西 对于毛主席不吃酱油的原因 程汝铭也曾经是非常好奇 一次借着跟毛主席聊天的机会 他总算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向来和蔼的毛主席笑了笑 说道 小的时候我是吃酱油的 后来就不吃了 原来毛主席从小就好奇心中 自己附近有一个酱油作坊 酱油是如何酿制的 成为了少年挥之不去的疑惑 于是趁着打酱油的一个空档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他跑到了酿制酱油的大缸那里 偷偷的打开看了一眼 没有想到酱油上漂浮的都是白色的小点 这一幕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从此以后再也不吃酱油了 才有了对厨师的不放酱油的特殊要求 每一次做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厨师都会用白糖来炒糖色 即使是不放酱油 也可以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 而毛主席爱吃的东西也很简单 作为湖南人他确实是无辣不欢 还喜欢吃肉 像是鸡肉 鱼肉 猪肉 他都会吃一点 除了不吃酱油 他几乎不挑食 这让专职厨师也很庆幸 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主席素兴业媚的为国操劳 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 一心为民的心让人敬佩 为伟人毛主席点一个赞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见